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这个重要的税制要素 前面说了 我国实行分类所得税制 因此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 它的税率也有不同的规定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这张表 来归纳学习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先看第一大类税目 叫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 工资薪金所得的税率 我们国家采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它是通过全月的应纳税所得额来确定的 我们国家的工资 现金个人所得税呢 税率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是从3% 以至到最高的45% 好 第二类所得是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以及也罢的另外一种也归到这里面 叫对企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 这两类都称之为生产经营所得 同时呢 这两类所得呢 它所适用的税率呢 都是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是用同一个税率表的 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它是按照全年的应纳税的所得 来确定应该适用哪一个税率 这里面还需要大家注意的呢 是对企业单位的生产经营所得里面呢 有这么两点需要注意的 一个呢 是如果对经营成果拥有所有权的 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按照对企业单位的承包经营 承租经营所得来征税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是按照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来征税 而如果对最终的经营成果 如果不拥有所有权的 那么它所取得的所得呢 是按照工资薪金所得来征税 再往下走 是搞酬所得 对于搞酬所得 那么它的税率是采用比例税率 税率是20% 但是税法同时又规定呢 说对搞酬所得的税率 有一个对它的应纳税额减征30% 也就是说用应纳税的所得额乘以税率 我们得到应纳税额 而对应纳税额在减征30% 所谓减征30%就是乘以1减30% 这样的话就会发现用一个20%乘以一个1减30% 最终等于14% 也就是说对于搞酬所得 它的实际税率呢 是14% 用这个14%的实际税率 乘以它的应纳税的所得额 得到它的应纳税额 这是一个特殊点 需要大家记住的 接下来是劳务报酬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呢 它也采用的是比例税率 名义上的税率是20% 但实际上啊 劳务报酬所得 它是三级超额累金税率 怎么样理解呢 咱们教堂上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纳税人 他所取得的应纳税的所得额 出现极高的情况 那就有一个加成征收的问题 所谓的极高呢 是指的它的 每次的应纳税的所得额啊 是超过两万元 那么就要加成征收 具体来讲 如果每次的应纳税的所得额呢 是超过两万元 而不足五万元的 加成征收五成 加征五成呢 就相当用一个 20%的名义上的税率 乘一个一加百分之五十 这边就算出来 是百分之三十的税率 另外还继续规定了 说如果你每次的所得呢 超过了五万元 要加征时程 所谓加征时程呢 就是用税率 百分之二十 乘一个一加百分之一百 这样一算的话 就是百分之四十的税率了 所以说 对于劳报酬而言 大家务必掌握 实际上是三级超额累进税率 那么如何确定呢 就按照每次的 应纳税的所得额的大小 来确定它的税率 我们把接下来的几类 所得呢 归为一大类 就是特予权使用费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偶然所得 以及其他所得 把它归为一类 他们所适用的税率呢 都是百分之二十的税比例税率 但这里面呢 有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 比如说像自2008年10月9日起呢 是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 所得 个人所得税的 以及对个人出租住房 而取得的所得呢 是减按百分之十的税率 来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不是按百分之二十 是按百分之十的税率 来征收出租住房取得的所得